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解释智诚心回向发愈心 三心的时候 举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碧玉 这个碧玉叫做二合白道之玉 二合是由两条河 白道是白色的道路 这个碧玉对我们很有启发 通过这个碧玉是要说明 不管我们怎样的贪嗔至甚 只要称念弥陀名号 必然往生尽土 所以叫不顾贪嗔 称名必生 当然从教理方面 从有关的金正 这一点都不成问题了 我们多日来的讲学 也是说明这一点 本来凡夫众生 就是贪嗔俱足 阿弥陀佛救度的对象 也是以具足烦恼 善根博少 不出三界 流转三界 不出火宅 这样的众生 我们既然是凡夫 总是有贪嗔痴的烦恼 所以阿弥陀佛的救度 也是这样的众生 作为他救度的对象 那往往呢 也是因为有人误解 净土的教义 觉得说虽然念佛 贪嗔至甚 怎么能往生呢 那么 所以用功啊 都用在 把这句名号呢 当做一个方便的手法 用称念那妈阿弥陀佛呢 压父内心的贪嗔烦恼 应该说我们念佛人也好 我们学佛嘛 知道贪嗔痴三毒呢 是危害身心 所以内心啊 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希望呢 没有贪嗔烦恼 但是作为凡夫来讲呢 我们是利有所不能及 所以一般通途的 修学的法则 如同应光大师所说的 一切法门呢 不论大小全实 大是大乘佛法 小乘佛法 方便全教 真实教法 皆需呢 以戒定慧 断 贪嗔痴烦恼 以令呢 三毒烦恼啊 静静无余 断祸正争 了生托死 那么这是一般法门的 通途的原则 所以呢 在来到净土门当中啊 应该别居致眼 就是应该有特别的眼睛 所以我们也说到了 阿弥陀佛的宏愿呢 叫做别意之宏愿 其实说呢 贪嗔俱足的凡夫 仰仗弥陀的愿力 可以往生到 弥陀的暴徒 所以应光大师就讲呢 如果要让我们 熄灭贪嗔痴之后啊 几土生死 这个是难如登天 我被凡夫呢 不能惜记 唯有仰仗阿弥陀佛 大悦业力 称念名号 往生净土 我们这里呢 是通过 善导大师这个避遇 来说明 大家 我来边读 边和大家 共同的学习 又摆一切往生人等 经更为行者 说于避遇 守护信心 以防外邪 意见之难 对一切愿往生净土的人呢 那我呢 善导啊 再给大家呢 说一个比喻 因为前面呢 已经从文字上 做了解释说明 那下面呢 再做一个比喻 目的是什么呢 守护信心 让我们呢 在念佛往生这个道上啊 信心坚固 不必 以防外邪意见之难 欲先呢 防止 我们被 外就是 这个外道 邪呢 是指 不正确的见解 邪见 意呢 是指呢 不是净土宗的 正之见 很净土宗的教法 不一样 有差别 防止呢 他们来防难 那么这个意见 往往就是这样 他会站在 通途 圣道法门 修行立场 认为说 你念佛 如果没有断贪嗔痴返恼 怎么可以解脱生死轮回 这样就是跟净土宗的观点 不一样 那么净土宗的观点呢 即使是没有断贪嗔痴返恼 念佛也必得往生 本来是救度 凡夫的法门 所以他这个见解不一样 那么他就会引用有关 靠自力修行法门 断获正真 有关的经典呢 论据啊 来跟你呢 辩驳 这样我们心中呢 如果不了解的话呢 就会呢 被动摇 所以上当大师啊 在这里讲一个碧玉 何者是也 什么样的碧玉呢 底下就讲了 比如有人 欲向西行 百千之里 比如有一个人呢 想往西边走 这个路途呢 很遥远 百里千里 我先是读一遍 就这样往下讲 忽然中路 建有二河 一是火河在南 二是呢 水河在北 往西边走啊 突然在半路上呢 就建有两条 两条河 因为从东往西走嘛 隔在半路 南腰切断呢 就二河 那么一条呢 靠南 就是火河 往北呢 是一条水的河 往南是一条火的河 这个出现二河了啊 二河 二河 各阔 百步 宽呢 都是 百步之宽 各深 无底 那深度呢 就没有底了 很深 南北 无边 火河啊 你向往南看 哎呀 没有边 这个水河呢 向北看 也没有边 宽是不宽 一百步 那深呢 很深 没有底 而且呢 南北啊 都看不到边 正 水火中间 有一白道 可阔四五寸 在这个水河 正当水河和火河的中间啊 有一条白色的道路 这个白道有多宽呢 大概是四五寸这么宽 只有这么这么阔 此道从东岸至西岸 一长白步 这条道啊 刚好从东岸呢 跨到西岸去 刚好把这个水火二河中间呢 有一条白道 也是一百步 就是这个水火二河有多宽 这个白道呢 也有多长 不过呢 白道很狭窄 四五寸宽 二河也出来了 白道也出来了 下面 再看山道大师说 其水呀 波浪 焦过石道 其火焰呢 一来烧到 这个 狭小的白道啊 在水火二河中间 那么这个水呢 一浪一浪的 敷过来 就焦湿 这个小白道 那火呢 也吐出火蛇 蛇苗 吐出来 也在烧这条白道 水火相焦 常无休息 要么是水过来 要么火过来 那个轮番进攻 或者那是水火 同时就来 所以一点呢 片刻都不休息 这个白道是如此 水火是如此 此人 这个环境交代了 那这个人怎么办呢 此人呢 既至空旷窘处 更无人物 这个人啊 来到这个地方呢 是一遍呢 空空旷旷的 空旷的原野 旁边啊 没有同伴 也没有武器 什么都没有 吃手空拳 一个人在这里 多有群贼恶兽 见死人单独 进来欲杀 那么看见这一个人呢 孤零零的 都有很多盗贼 群贼 还有那些恶兽 豺狼虎豹啦 毒蛇啦 猛兽啦 看见这个人呢 只有一个人 没有武器 没有伴 他们都想来 杀他 死人不死 只走向西 这个人 在茫茫 旷野上面走 那遇到了群贼 和恶兽 还有 豺狼虎豹等等 这一切 所以他很害怕 怕死嘛 他就赶紧呢 就往西边逃跑 实际跑 直走向西 对之往西边跑 忽然 见此大河 跑得跑得 突然呢 看见前面呢 拦了这 随滑二河 极字念言 在心里边啊 就想 哎呀 此河南北 不见边半 这条河啊 水河呢 向北看不到边 火河向南呢 看不到头 南北不见边半 中间呢 见一百道 极势狭小 只有在他中间呢 有这么四五寸宽的 一个小百道 太小了 太细窄了 二岸相去随近 何有可行 他是想从东岸呢 逃到西岸去 但是呢 虽然说 东岸到西岸呢 并不远 只有百来不 可是因为 这个百道 这么狭小 哎呀 怎么过得去呢 这个就是 他的当时心情 今日啊 定死不已 完了 看到我今天啊 是决定死在这里了 因为这个群贼啊 恶兽啊 都在来逼迫他 前面呢 随火二河挡住了 虽然说 有一条小小的百道呢 可是太狭窄 也无法过得去 所以他可以说啊 非常危险 后面呢 有追兵 左右呢 都有毒蛇猛兽 前面呢 又是随火汹涌 有一个小白道呢 这么细 这怎么过得去啊 他就想 今日我是 定死不已了 肯定死在这里了 那怎么办 也想办法了 人嘛 求生 第一 所以他想办法 脑子在动脑筋了 正欲盗回 那我就 想 后撤 往回走吧 群贼 恶兽啊 渐渐来比 后面 喊声 正正 就杀来了 哎呀 抓 他就不敢后退啊 后退 马上刀就砍来了 所以 渐渐来比 声音呢 就都听到了 喊声 正正 就来了 那么后退 是不可能啊 正欲 南北 必走 或者向南 想绕过这个河 也不可能 因为不见边半 那我向南走 或者向北走 向往南走呢 恶兽 毒虫啊 进来向我 向往南边走 老虎啊 牙都张开了 向往北边走呢 那个毒蛇 把舌头都吞出来了 你看 这个往哪里走 后面有追兵 这边有老虎 这边有毒蛇 所以都要向着他 正欲向西 那背后啊 不能去 南北又不能走 那就想往西边去吧 正欲向西 寻道而去 想顺这个道啊 过这条河过去呢 但是呢 傅孔 堕死水火二河 又怕要掉到水里边淹死 又怕呢 会被火烧伤了 烧死 大家 如果我们到这个时候 有什么办法 哎呀 你们都有智慧 哈哈 念不 这个时候 他是岔字南非啊 所以是天罗地网 已经没有办法了 周围啊 四面上下都是如此 当时黄步 不复可言 当时啊 他非常的惶恐 恐怖 语言无法表达 无法形容 却是如此 极致思念 自己在那里又是 自言自语 自私自说 我竟回一死 看来啊 形势紧急 形势啊 非常的危急紧迫 我要到回呢 死路一条 因为独虫恶兽在后面 这个群贼恶兽 追来了嘛 我住一死 那我站在这个地方 不走不动呢 也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呢 他们包围圈越来越小了 你不是坐在这个地方 坐以待毙 对不对 我住在这里也是死 那我去 就去呢 就到对岸 我去 到对岸呢 可能也是死 因为呢 随活二合 太凶猛 白道太小 虽然如此呢 他一笔量 一种不免死者 哎呀 反正就是死路一条了 没办法了 在这个时候啊 他说了 我命寻此道 向前而去 哎 既然有这条道 抱着万一的希望 我也要走 因为 这个往后退 是肯定死路 停在这里不动 也肯定死 过河呢 也可能会烧死 可能会淹死 但是 我宁愿这么死法 也不愿在这里不动 也不愿后退 所以他这个时候啊 就下了这么一个决心 没办法了 如果我们当时 也就如此 既有此道 彼影可渡 他既然有这么一条道的话 那总是给人走的 肯定可以过去 他这个时候呢 是自己啊 心中在这样的考虑 思量 作词念实 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啊 东岸 护问人 劝声 哎 这么一想呢 转机来了 就在 他现在站在东岸 东岸突然就听到 有人 有人劝他的声音 有声音出来了 说什么呢 人者但决定 寻此道行 必无死难 若助即死 怎么么人呢 你打定主义 下定决心 你就决定啊 顺这个道 往前过 肯定不会呢 有危险 肯定不会呢 掉到水火当中死掉 如果你在这里不动的话啊 那就死定了 这样再鼓励他 又 西岸上 有人 唤眼 东岸的声音刚落 西岸也有人在喊他了 在对方岸上 有声音喊他 如一心 正念 直来 我能 忽辱 众 不畏 作与 水火 直难 如就是你 你啊 你一心正念 就过来 对之就来 啊 不要害怕 不要担心 我呢 保护你 你看这个人 现在最愿意听到的 就是我能忽辱 现在他没有武器 没有同伴 有后面群贼 有恶兽 有毒虫 有猛兽 有毒蛇 等等 就要对杀他 现在对方有声音说呢 你过来 我保护你 那么他心里面 知道他心里面呢 也担心 所以跟他讲啊 有我的保护 你不要怕 会掉在水里边 淹死 或者呢 是被火烧伤 烧死 这个你不用怕 你尽管放心大胆 顺着跳跳 顺着条道 过来 不用害怕 不畏贼火 这个人呢 记闻 此前 彼患 单独 孤单单的一个人呢 被群贼所包围 他现在听到了 这边有人说 你要过去 那边有人说 你过来 他心里边 就得到安慰了 有人保护 好了 神兵神将 极致震荡身心 抖擞精神 把精神定一定 然后呢 决定 寻道直径 就心呢 就定下来了 我顺这个道 过去 本来自己也没有办法 就打定主意想过去了 何况现在 听到 这边有人叫他过去 对方有人喊他 还要保护他 所以呢 他就打定主意 顺这个道 直接就过去 不管弯 寻道 在道上 直直的 直径向西 不生 疑解退心 也不生疑惑心 也不生呢 这个 恐惧心 也不生呢 退堕心 要不生 疑解退心 因为这个三个心 他生不起来嘛 为什么呢 你在怀疑 后面旁边啊 都是敌人 包围圈缩小了 死路一条 来不及了 也不允许你怀疑 何况 东岸的声音 和西岸的互换呢 都很 柔和慈悲 恳切 他不怀疑 那么也不害怕 为什么呢 反正是死路一条 大不了是一个死 何况我顺这条道啊 他可能不会死 还有人保护 所以他不可能有害怕的心呢 因为在这里是必定死 退也是死 过去呢 再怕也是掉在水里边 那现在有人保护我 所以他心里边呢 不害怕 那也不生了退心 为什么呢 因为退下来 那情况更糟 顺这个道过去呢 还有人保护 所以他就是不生这三重心 不生 移 结 退 结就是胆怯 退呢 是退心了 好 他刚上这个道啊 获行一分二分 跨步上了这个白道了 才走那么一分两分 一步两步 东岸群贼等唤眼 东岸的群贼赶到了 他已经上了白道了 才走几步 赶到旁边来了 他说 忍者 回来 哎呀 忍者啊 喊得也很好听 喊他忍者啊 你回来 此道 险恶 不得过 必死 不移 为什么喊你回来呢 说这个道啊 太险恶了 水这么汹涌 火这么猛烈 这个没法过去 你要非要送这个道走啊 你必定死 必死无疑 我等众无恶心相向 我们喊你回来啊 都是关心你 我们对你啊 没有恶心 我们很慈悲你 你回来吧 喊他 你说他能不能回去 不能回去啊 有很多人就给喊回去了 一喊回来了 好 那这个人呢 不傻 这个人呢 此人虽闻唤身 这个人闻到两种互唤 一个是闻到对岸的人呢 说 你一心正念之来 我能护你 你不会跺在水火当中 对岸的人的呼唤 一个是后面的人 他刚上百道 后面也在呼唤他 哎 回来回来 这个岸呢 肯定不行 这个这个百道太狭小 你肯定要要有死难 你回来 太险恶了 我们对你没恶心 那么他只听了对岸的呼唤声 所以他这个人呢 此人虽闻唤身 虽闻到背后的这个裙子一样 来呼唤他呢 他不被欺骗 不受他的摇惑 一不回顾 头也不回 也不看他一眼 就根本到没听到一样 就一心直径 又来一个直径 一心一意啊 顺这个道上呢 直接的就往西边而去 念道而行 就念了这个道 顺这个道 念念不舍这个道 顺这个小白道呢 往西边走过去 虚于极道 喜爱 哎 时间很短 这个一百步啊 很快 在对方的保护下呢 很快就到了 哎呀 谁也没有烧着 火也没烧着 谁也没烟着 所以 虚于极道 喜爱 永离诸难 善友相见 幸乐无宜 这样呢 永远 刹那之间呢 离开了 群贼啊 独虫啊 恶兽啊 随伙啊 这种种危险 这个 险难的境界啊 统统离开 然后到了对岸之后呢 跟善亲友 善友家人的团聚 哎呀 感到无上的欢喜 哎呀 你真来了 你果然来了 就怕你半度上 被人家喊回去了 就怕群贼恶兽啊 把你杀了 哎呀 大家欢喜啊 庆贺一番 那这个呢 是一个比喻 此事欲也 下面呢 善导大师啊 叫何谕 何谕就是说呢 来解释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 大家能想一想吗 根据我们脑子想一想 这个比喻是啥意思呢 这说的谁呢 对啊 说的谁呢 说的就是我们啊 我们来看啊 言东岸者 己欲词 娑婆之火宅也 东岸呢 就是指我们娑婆世界 娑婆火宅 叫东岸 言西岸者 己欲 极乐保国也 西岸呢 就是指呢 西方极乐世界 清净庄严保国 叫极乐保国 言群贼 恶兽 诈欺者 给予众生 六根 六十 六成 五因 四大也 他不是有群贼 还有恶兽吗 还有那个诈欺 诈欺呢 就是欺诈 虚伪的 诈欺就是呢 跟你讲 我关心你啊 我跟你好啊 我是好朋友啊 叫诈欺 其实呢 他不是跟你好朋友 他伪装是你的好朋友 叫诈欺 那么上大大师说呢 这些是指哪些呢 比喻我们众生的 六根 就是眼耳鼻舌生 意 生意 这个就是六种 感觉器官 六根 六成呢 就是色受 香味 色受 香味 触 法 眼睛所对到的 就是色成 六十呢 就是我们根对成呢 产生这种了别 这种的这种 比如眼睛 见到这个色呢 就对这个色有一个认识 耳朵听到声音呢 也会产生一个识 哎呀 好听啊 不好听啊 刺耳啊 想多听会儿啊 等等 这叫六十 五音呢 五音是指我们呢 音就是覆盖的一次 五音是指呢 色 对 色受 想行识 这是指 我们的身心啊 色是指色身 受想行识呢 指我们的心里的 四种状况 那么这个身心呢 这色受想行识啊 在心经里面有讲啊 心经里面说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然后说呢 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 心经说色是空 受想行识也是空 那我们呢 没有空得了 所以呢 就障蔽了我们 这叫五音 四大就是指呢 地水火风 我们身体啊 是由四大所构成的 这个叫做呢 群贼 什么叫做贼呢 因为他会盗窃 会偷我们的功德法财 我们好不容易修点功德啊 都给他们偷掉了 但是呢 大家还觉得他是宝贝 认为他很可爱 所以把他当做好朋友 他也伪装的跟你很可爱 伪装的跟你关系很亲密 所以啊 我们每天呢 回去啊 镜子照一照 这个 什么东西叫什么 什么高啊 抹一抹 这不就是把这个身体当到好东西吗 再服侍他啊 被他 这是我 这就是我 呃 这个色受想行识 所以六根六成 六十 凡夫啊 不能够辨识他 那被他们呢 所左右 见到了 见到好 好看的 多看几眼 好听的就愿意多听 不好听的就皱眉头 就称恨 你骂我 你说我不好听的话 我心里面起烦恼 起这个毒恨的心 所以 刚刚还在念佛呢 刚刚还在佛堂里面发菩提心呢 正身无边诗愿度 一出门 啊 大清早遇到你就这么对我 骂我 眼睛对我这么狠看 我可不饶你 这不是贼吗 菩提心呢 就给它偷掉了 也忘了 众生无边诗愿度了 哎呀 许多 所以这些啊 触尽逢源 让我们内心呢 呃 起种种的恶念 起种种的烦恼 这个叫做呢 群贼 恶兽 诈青 我们每天呢 都被他们所 谈谈围绕 每天呢 跟着我们屁股后面 也无人 空窘泽泽 这个人呢 从东岸往西岸走 他就他一个人 孤孤单单 啊 空空荡荡 在一片呢 呃 呃 原野当中 这个形容什么呢 极欲啊 常随恶友 不知真善知识也 代表一个人啊 他经常呢 被坏朋友 恶友 恶半党 跟他后面 他遇不到呢 真的善知识 我们在世间 也是这样 老师 欲那些啊 邪见 不正确的见解 然后说 哎呀 某某人呢 你怎么这么傻 他打你一个耳光 你给他一个拳头嘛 太比人家欺负狠了 不能不能这样子 这是恶友 啊 这是恶友 然后说 哎呀 你太老好了 我像你这样 你太 你太不争气了 然后本来我们想西斯林人的 像我有英国报应 算了 瘦了吧 结果他这么一鼓动呢 对呀 怎么我这么窝了 哎 干 这个是恶友 恶知识 然后如果遇到善知识呢 就算某某人呢 今生造恶呢 一定今生恶果啊 全是一定有恶因 这个事啊 应该做仇债 仇债想 你应该欢喜 应当忏悔 应当说啊 欠了别人的债务 这样就免了吧 那有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听了 还过不去 哎呀 我实在过不去 你实在过不去 你就多倒点没 这个恶有恶知识 言随火二合者 说了半天呢 随火二合还没讲 这个随火二合代表什么呢 急欲众生 贪爱如水 称赞如火也 就是水代表我们的贪爱 火呢 代表我们的称恨 所以啊 我们讲这个人 发火 哎呀 他发火了 怒火中烧 所以火代表我们的称恨心 发火 头上也没有火 但头上没有火啊 还能够烧 这个世界都能烧得着 所以只要心里面火啊 那么贪爱呢 贪爱就用水来代表 水代表贪爱 你看看见好吃的 他就开始流口水了 贪心起来了 言中间白道四五寸者 急欲众生 贪嗔烦恼中 人生 清净 愿往身心也 所以中间这个白道 只有四五寸呢 代表什么呢 比喻啊 我们众生在贪嗔烦恼当中 能够呢 生起那么很微弱的 因为很小嘛 微弱的愿往身心 代表我们众生 愿往身净土的愿身心 这是赛老大师讲的 这个愿身心呢 为什么用白的颜色呢 代表清净愿往身心 也就是说呢 你愿往身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心就是清净的 除了这个心之外呢 都是染物的 你看这个贪啊 撑啊 要么是水 要么是火 这个都是染物 只有这一念心 能生清净愿往身心 乃由贪嗔强固 即欲如水火 善心为故 欲如白道 那么因为我们呢 凡夫众生 贪心 称恨心呢 很强盛 所以呢 用这个南北不见边 起身无有底 这样的水火二合呢 来形容我们内心的 贪心和称恨心 而善心呢 愿往身净土的心呢 是比较薄弱的 每天 比如说一天 八万四千年 你起贪心和称恨心呢 那就太多了 愿往身心呢 在这当中 若隐若现 比较小 偶尔有时候呢 写露出来 有的时候呢 急切 有的时候呢 好像就 又不急切 所以善心很微弱 代表用四五寸的白道 来形容 又 水波常识道者 这个水啊 波浪呢 起来 经常把这个道啊 打湿掉 急于爱心长起 能染物善心也 这个比喻什么呢 比喻我们呢 贪爱心 经常起贪爱心 好不容易起点善心 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好 哎呀 这个世界也不错嘛 发财了挺好 升官了也不错 那么贪心一起呢 就染物了我们愿往身心 所以说这个 爱心长起 能染物善心也 又 火焰常烧道者 火焰呢 烧这个道路呢 急于 称贤之心 能烧功德之法财也 代表我们称恨心 贤恶心 能够呢 烧 损 功德法财 这个地方大家也注意听 一方面说这个白道呢 你看这个白道啊 说水能够呢 染物它 然后又说火 能够烧它 烧 功德法财 这是一种形容法 为什么 为什么 要让大家注意呢 因为底下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这里呢 先记住 言 人行 道上 直向 西者 说这个人呢 走在道上 一心直迹 向西而去呢 代表什么呢 急于 回诸行业 直向 西方也 这个代表啊 回是 回向发愿 那个回 回向 回诸行业 就把他说 诸是种种 诸行 他所种种修行的 这个 三福业 诸行业就是 以观金来讲 就是三福 三福业呢 回向 直向西方 向西方极了净土而去 那么这个地方 讲的白道 一方面是指我们的亲近愿往生心 另一方面呢 它是指这个人呢 回转他的行业 想往西边去 是这么一个比喻法 那么这个回诸行业 要求成西方呢 这条白道呢 水就有可能染污它 水波啊 尝试到 打湿它 贪爱 染污善心 那么火呢 也会呢 烧它 火长烧到呢 就说呢 这个烧灭 功德法财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自己修行诸善功德 回向求往生 会被这个贪嗔的随伙 所损害 所以善道大师 在往生礼战里边 我们前面学习过 说呢 贪嗔诸见烦恼 来见断固 虽然是白道 这个白道有两种 一个是我们自己 修诸行业 回向怨生 这个白道呢 会被贪心和称恨心 所损坏 不保险 再往下看 言 东岸 闻 人声劝谴 寻道 直习近者 说冬天 东边岸上啊 听到有人在劝他 发钱他 说啊 人者 你顺这个道 往西边走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 即遇释迦已灭 后人不见 犹有教法可寻 即遇之如生也 那么这是比喻啊 释迦摩尼佛已经灭度了 东岸这个人就代表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只听到声音 见不到人呢 因为释迦摩尼佛已经入灭了 所以呢 后人不见 犹有教法可寻 他可以呢 经典留在世上 那么这个经典留在世上呢 就代表释迦摩尼佛的声音 他的慈悲的言教 所以呢 即遇之如生也 我们现在呢 虽然见不到释迦摩尼佛 但是呢 还能够听闻释迦摩尼佛的教法 这叫呢 像这个声音一样 那么这个声音就是什么呢 就是阿弥陀经里边所讲的 众生闻者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 对不对 他说嘛 哎呀 人者啊 你应当发愿 愿生彼国啊 你应当往西边而去啊 肯定能够过去 我等诸佛都在互念 保证你 你如果在这里 不求往生极乐世界 你五周恶事的凡夫 只有六道轮回啊 这就是释迦摩尼佛 在阿弥陀经里边跟我们讲 言祸行一分二分 群贼等换回者 说这个人呢 听到东岸有人发现 西岸有人呼唤呢 他就上了岸 但是才走那么 一步两步 才走几步呢 就有人喊他说 忍者回来 死到险恶不能过 你是必有死难 前面说必无死难 他这个底下后面的人说 你肯定要死 我等没有恶心相向 你回来 这个代表什么呢 急欲别解 别行 恶见人等 妄说 见解 叠相 祸乱 这个就比喻哪种人呢 善导大师说啊 就是要别解 别行 恶见的人 什么叫别解呢 他对净土教法的理解 不一样 他站在圣道门 自力修行的立场上来理解 那么他的行持呢 他也不按照净土们说 这个怎么可以往生净土 你应该如何如何 叫别解别行 行持不一样 理解不一样 还有恶见 就是邪恶见解的人 他忘说见解 叠相霍乱 比如说我们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念佛了 哎呀 你光念佛怎么能往生 你这样老太婆 你不读诵大神经典 不开悟 你不参残 你没有降服贪真烦恼 这样怎么能往生 像这样的话 都叫别解别行 恶见 然后呢 忘说见解 不按照佛所说的净土三不经 这叫忘说 说出他个人的见解出来 叠相霍乱 我们听到之后啊 就产生迷惑了 思想一迷惑呢 心中就动乱了 动乱之后呢 又跟别人讲 哎呀老王啊 我听他说的 这不行啊 老王一听到之后呢 老王又去红法去了 哎老李啊 这样不行啊 老李听到之后呢 又去红法了 都是红这个不正确的 哎呀老张啊 这样不行啊 这样呢 你吓唬我 我吓唬你 你迷惑我 我迷惑你 叫叠相霍乱 大家以后啊 要注意 不要讲那个叠相霍乱的话 也不要听叠相霍乱的话 我们要一句呢 净土三不经 善导大师 他的解释 我们要听东岸 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发钱 和西岸呢 阿弥陀佛的召唤 西岸那个声音呢 就是阿弥陀佛 所以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呢 我们也遇到不少 所以印光大师啊 也有讲 他古来啊 有不少人呢 自以为在弘扬净土 但是呢 他拿通途的 用界定会 熄灭贪嗔痴烦恼 这种教法 要大家呢 呃 这个烦恼啊 祸夜 静静无余 这样了生托死 他自己以为在弘扬净土 其实呢 是在自误误他 还认为自己在弘扬佛法 从古到今啊 这样的人很多 佛法就给他们误害了 印光大师讲的也很恳切 那这个法门不一样嘛 特别法门 就应该按照特别法门的啊 阿弥陀佛本愿 慈悲救度 这个礼路呢 来说明才可以 你按照一般修行法门 那就讲不通了 你罪业凡夫 烦恼没断 怎么可以去成佛呢 所以讲不通 那这个就是叫做别解别行 一个是被人家呢 想说这些见解 呃 内心啊 迷惑 动乱 这样呢 失去了往生的大力 第二个呢 叫自己造罪 退失 自己造罪啊 有两种 一个就是呢 呃 本来如果按照我们 三福业回向往生的话 你要有善业回向去往生 结果呢 自己造罪 你造罪下来了 没有福业了 这要靠什么去往生呢 内心不谨慎 啊 毁犯诸多的过失 这个是一种造罪 第二个呢 听说也阿弥陀佛 反正阿弥陀佛救度我 没有关系 注意邪见 也造罪 内心里边 并不是真正的想求往生 有的人呢 又注意邪见 什么叫邪见呢 反正阿弥陀佛呢 他大慈大悲 无条件救度我 我造点小罪也没有关系 所以呢 我现在可以不念佛 造造小罪 这就像那一个人呢 他听说这个 有这个 有这个药啊 可以解毒酒 嗯 然后呢 他药也不吃 反正旁边有药 可以解毒酒 可以我可以喝一点毒酒 喝一喝 这个是不是正确呢 这个就错误了 也像人家听说呢 医生啊 能够治这个癌症晚期 都可以得重病啊 都可以治你 甚至呢 你腿打断了 也可以把你腿接起来 让你 骨科给你治好 反正医生呢 腿打断了 也可以治好 干脆把腿打折了 好不好 行不行 有没有这么愚痴的人 有啊 他听说 反正阿弥陀佛要救度我 他本来没有这个 他本来就吃吃素 吃得挺好 他说反正阿弥陀佛救度我嘛 吃婚也太不嫌弃 所以干脱 我也来吃两个小鸡腿 也要搞点肉吃吃 这个就像那个 本来医生是就 是是要救那个 脚上长疮的一个人啊 这个脚呢 受伤的人 那么你脚没有受伤 不更好吗 反正受伤也就 所以我拿刀给他挖一块 这个叫做呢 没有智慧 就是你根本呢 没有体会到自己是一个罪业凡夫 还认为自己罪业少了 我再补上一块 那么说明呢 他没有怨生心 这样不能往生 这个是邪见 自己造罪退失 下面呢 就讲了 言 西岸上有人患者 西岸有人在召唤吗 哎呀 仁德 如一心正念之来 这个是谁呢 是谁呀 这个是比喻啊 迷途愿意 比喻阿弥陀佛 他第十八愿的意思 所以善导大师啊 他讲的话 迷途事件 讲的话都是有味道 就这么一句话呢 就是解释第十八愿 他这么解释 如一心正念之来 我能忽辱 正不畏多于水火之难 那我们来 对比第十八愿的愿文 第十八愿说 是我得佛 十方众生 对不对 那么十方众生呢 太广泛了 所以我们可能说 哎呀 十方众生呢 可能是指 方丈和尚 他是有德高僧 可能指他 可能指出家人 可能指那个念佛 时间久的 哎呀 我肯定不包括在内 因为我 念佛时间短 功夫不行 我们就呢 左看右看 以为十方众生 只指人家 所以善道大师在这里讲 十方众生 不是别人 救是你 用乳 救的就是你 阿弥陀佛直接跟你对面 说救的就是你 那么这个乳呢 就代表是 就十方众生 就跟我们自己 紧密的挂钩起来 这样我们读经文呢 就不至于啊 好像含魂笼统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我德高 十方众生 若不生者 不许正觉 我不能往生 这个十方众 指人家 他能往生 所以善道大师啊 用辱这一个字 来解释 十方众生 每一个人 都是阿弥陀佛 救度的对象 就是你 不是别人 一心 正念 直来 你看 这几个词 六个字 很干脆 一心呢 就是信心 也就是智信信乐 正念呢 就是乃至实念 念佛 直来呢 就是运胜我国 解释的很干脆 很明了 我能忽辱 这个就是解释 后面八个字 如果我不能令你往生 则不成佛 是解释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靠我的正觉功德 来保护你 靠我的光明神力 来保护你 靠我的大势愿力 来保护你 你不用害怕 叫我能忽辱 后面 众不畏 堕于随伙之难 是在解释呢 围除武力 诽谤正法 因为这个武力办法的众生 第十八月呢 是要救度哪种人呢 是救度 充满了贪嗔烦恼的众生 释迦牟尼佛也好 阿弥陀佛也好 早就看到这样众生的本性 他因为充满了贪嗔烦恼 所以他极有可能造下武力办法的重罪 所以事先呢 遮止他说 你不要造武力办法 那么反显呢 所谓的释放众生 就是那个造 可能造武力办法 极有可能造的人 对不对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讲堂里面 这么多人 你看在世间上开会的时候啊 如果有这个六七百七八人 七八百人在那里 听会啊 那么开会之前呢 就有人打招呼了啊 这个 会谈啊 人多拥挤啊 空气流通不畅 大家不要吸烟 那么这句话呢 就主持者就知道底下都要吸烟的 有人吸烟 所以事先讲不要吸烟 那在我们今天这个地方 就不讲这句话 因为不可能有人吸烟 是不是 那么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 他知道 贪嗔烦恼 具足的凡夫 如果不加遮止 他恶性膨胀 越来越厉害 就有可能造武力办法 所以讲 你不要造武力办法 那如果对阿罗汉会讲这句话吗 会不会 不会啊 那如果对了 不要说对阿罗汉 即使是对这个 身心因果的 归一三宝的弟子 会讲这个话吗 他身心因果了 他虽然是凡夫 他也不可能去 无力办法了 他懂得因果了 他归一三宝了之后 他就应该信奉三宝了 所以讲这些话 讲维俗武力诽谤证法 就是指对恶性众生 没有正性正见正解 烦恼赤胜的人 这样的人 阿弥陀佛发愿要救他 所以说呢 众不畏 堕于水火之难 你不用害怕 有水啊 有火啊 贪心啊 称恨心啊 不用怕 我来解决 我来保护你 我来排除 所以我们呢 都在那里怕 呀师父啊 我有贪心 我有贪心怎么办 我有称恨心怎么办 当然这个不好 那么阿弥陀佛呢 就说不畏 不畏就是不要害怕 不要怕呢 本来有这个贪心反导啊 我们会跺在 水火二河里边 堕落三个道 掉下去 那现在呢 有阿弥陀佛愿力的保护 我们不至于跺下去 所以叫我们 不用怕 来安慰我们 所以这个善导大师就说呢 西岸上有人唤言 急于弥陀愿意 这个比喻阿弥陀佛誓愿 言须遇到西岸 善有相见习者 说啊 很快就到了西岸 善有相见很欢喜 这个比喻什么呢 急于众生 九成生死 旷节轮回 迷倒自产 无由泄脱 这是我们本来的状况 旷节以来呀 沉默在生死轮转当中 迷惑颠倒 自造自业 自业缠附自己 没有办法呢 泄脱 这是我们这个状况 仰蒙 释迦发前 指向西方 又记 弥陀悲心召唤 在东岸有释迦牟尼佛说 哎呀 你要往生西方 偏心指寿 向西行 指向西方 然后阿弥陀佛在对面招手 呼唤我们 经信顺二尊之义 信顺释迦牟尼佛的发前 信顺阿弥陀佛的召唤 信顺释迦牟尼佛的本怀 和阿弥陀佛的本愿 叫信顺二尊之义 不顾随火二合 随火随代表我们的贪心 火代表我们的称恨心 不要管他这一切 叫不顾 不顾随火二合 念念无疑 一句接一句 趁笛怨立之道 踏上这条怨立的白道 你看 这条白道有两种 一个就是回诸行业 求生西方的白道 一个是怨立的白道 那我们不顾随火二合 趁笛怨立白道 舍命以后 得生彼国 与佛相见 庆喜何极也 我们这 这一生的寿命很短暂 刹那之间过去了 就往生净土 跟佛相见 这个是非常欢喜的事情 所以上导大师 通过这个二合白道的比喻 来跟我们说明 我想这个比喻呢 有很多的启发 我们略为呢 把它再来 宽窜一遍 这个人 孤孤单单 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 独生独死 孤独的一个人 来到人世间 我们呢 生下来抱有邪戒 没有善知是随从 这叫恶有恶党 那么呢 被六贼 六臣六十 四因五大 所逼迫 逼脑 这个时候呢 我们想写托 所以呢 往西边走 往西边走 可是我们内心呢 如果不修行的话 你看 大街上 许多人 还有没有信佛的 他不讲羞耻的话 他就根本 也感觉不到 自己有什么贪嗔烦恼 他也看不到两条河 那么一旦 我们想发心修行的时候呢 忽然 忠道 见此二合 我们一旦想修行 就发现 哎呀 我怎么这么多的烦恼 我贪心怎么这么重 我嗔恨心 怎么这么重 这也代表 我们已经来到河边上来了 东岸跟西岸呢 就隔一条河 我们 为什么 往生西方 如果是诸大菩萨的话 那么 很容易去 那因为我们是造业凡夫啊 就被我们的贪嗔了 挡住了 阿弥陀佛在西方 极乐保国 他来救我们 靠我们自己飞过去吗 飞不过去 对不对 所以阿弥陀佛用他的愿力 放了一条愿力的百道 哎 搭过来 从西岸呢 直接铺到东岸来 这也是一百 也是呢 你有多宽 这个随华尔河有多宽呢 白道就有多宽 说明我们的贪嗔烦恼 有多长久的时间 阿弥陀佛的救度呢 就跟我们 跟我们的贪嗔 这个心啊 永远在一起 不离开我们的贪嗔心 就在我们凡夫的贪嗔俱足的心中 架设阿弥陀佛 愿力的百道 就是要救度这样的众生 所以这个叫愿力的百道 那么 如果当时这个人的话 他也没有时间 去把这个水 我们往往讲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嘛 你要熄灭贪嗔之烦恼 那么如果要用这种方法的话呢 那等于啊 是用那个小瓢 要把水瓦干 用一碗水啊 把这水咬干 来得及吗 群贼杀来了 对不对 那么咬得干吗 咬不干 因为这个水河啊 深没有底 向南呢 向北呢 没有编 火河也是的 向南呢 不见编半 这代表我们内心呢 贪嗔心很 很深重 我们五始节以来 都在造贪嗔的罪业 所以要起身无底 而且呢 我们是望广大的众生 三宝 一切众生的境界上面 都造贪嗔罪业 就代表呢 向南北无边 向南北无边 无边无险 起身无底 没办法把它咬干 也没有办法呢 拿一个灭火器 这个灭火器 想把火盒 想熄灭 不可能 所以呢 阿弥陀佛连缅我们说 你现在再去浇 把这个水 想把它抽干 想把火扑灭 想把这水火盒 弄干了之后 走过来 来不及了 也根本不可能 所以我就为你呢 建了一条愿力的白道 你就顺这个愿力的白道 走过来就好 我来保护你 那么是阿弥陀佛 了解我们这样的众生 就是我们在贪嗔 烦恼巨足这样的心当中 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够了 这个叫念念无疑 称彼愿力之道 不管他有贪心有称心 我还是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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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用管他 这个是我们本来心里心里的状况 所以阿弥陀佛他了解我们众生的根性 而建立了六字名号的白道 从西岸直接到东岸铺设过来 那么话讲回来呢 如果我们自己修的种种的善业回向求往生的话 那个就要把这个水要挡一挡 要把这个火呢 给遮一遮 不然这个白道会被烧掉 那也就是说明啊 靠杂形 靠自力修行功德去往生 很困难 原因也在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愿力的白道 会不会被我们的贪心之水所打湿掉 会不会被我们的心所染污了 阿弥陀佛愿力六字名号的功德 会不会被我们的称心所烧灭了 那么如果是我们自己所修的呢 就有可能被烧灭 被染污 因为我们自己心修的 自己心还能染污它 都是无常生灭的 那么既然是阿弥陀佛 他所修行的 就不被染污 就好像上午呢 我们举的那个比喻 说流脊月不去 心乱佛常住 这个月亮在水里边呢 水躺得再快 但是月亮冲不走 话讲回来 如果不是天上的明月 倒影在水里边 而是一个草 在水面上 那么是不是水流得快 它就给冲走了 对不对 因为啊 这个草呢 跟这个水啊 它是一体的 它是呢 这个一个境界 一个层次的 所以水躺就把它流走了 但是天上的月亮呢 不被你限制 它在天上 它投影过来 你躺得再快 也冲不走它 不仅冲不走呢 水到哪里 月亮印到什么地方 这个水呢 代表我们的忘心 这个月亮呢 代表阿弥陀佛 六字名号的功德 从极乐的 这个天空呢 印到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虽然有贪真心 烧不了它 你再大火 烧不了这个月亮 你再大水 也撑不走它 它是如如不动 这个叫如如不动 坚固不患 金刚不患 不是我们所染污 所以我们就是 练这句 那妈阿弥陀佛 不用担心 我们的贪嗔烦恼 这个就是 二和白道的比喻呢 对我们的启发 那么通过这个比喻啊 怎么叫守护 我们的信心呢 让我们不要被 别解别行 恶贱的人呢 所迷惑 叠相霍乱 那样呢 我们就会退心了 后面人喊了 哎呀 你回来啊 你这个念佛怎么行啊 你没有什么修行 贪嗔没有熄灭掉 水河没有抽干 火河没有打扎干净 你这样过不去啊 你这样不能往生啊 那这样好 都不是正确的见解 所以大家如果以后 还有人这样讲 你就把这个故事 讲给他 等等等等 坐下来 讲这给他听 他也听着欢喜了 他也回去念佛 求往生了 不好吗 好 谢谢大家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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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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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